林佑昌呢 躲起來了嗎 看看柯文哲 台北市上半道市長 那基隆市呢 不會因為顏色不同 就畫了不一樣的司法紅線吧 鄭文燦可以被查 柯文哲可以被搜 那林佑昌呢 你躲在民進黨的秘書長的位置後面算什麼 當基隆市政府發現有問題 開始對大日公司採取 所有應該正當的行動的時候 是誰緊張了 是誰翻臉了 是誰害怕了 是誰做賊心虛了 這些霸良團體 不就是 惡人先告狀 還有臉繼續霸下去嗎 製造不必要的對立 仇恨抹黑 居心何在 你們比沈柏洋口中的第五重隊 還要惡劣 司法已經還給基隆市政府 也還給謝國良市長一個公道 今天霸良團體之所以要發起霸良的行動 背後用心已經昭然若揭 事實上司法已經認證 今天大日公司長期跟林佑昌的市府勾結 行賊 貪污牽扯非常重大 而且時間長達五年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還好有 還好有政黨輪替 如果沒有換了謝國良市長 恐怕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不但不會被踢破 搞不好還在繼續行賄當中 因為謝國良市長上任以後 大日公司的確繼續非常囂張 跋扯的好像西龍市政府欠他們的一樣 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他有恃無恐如此囂張 所以去年發生這個事情 當市政府在研議是否續約的時候 當時已經知道大日公司的負責人認罪 因此大日公司這件事情被司法檢調起訴 已經是遲早的事 民進黨政府對司法的控制再怎麼深 再怎麼嚴也沒有辦法完全一手遮天 如今過了這麼多個月 而且罷良行動已經成立了以後 才緩緩的起訴 試想如果這件事情兩個月前起訴 一個月前起訴 恐怕罷良行動都必須終止吧 那今天證明 當時基隆市政府謝國良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對的 都是有根據的 都是站在基隆市政府跟基隆市民跟正義的這一方的 當去年 謝國良上任之後 就發現大日牽扯不清背後 恐怕涉及很深很深的貪腐 難道謝國良還繼續裝作不看見嗎 還繼續向霸良團體向民進黨所邀嚇的必須 你續約嗎 那如果是這樣恐怕現在謝國良也扯不乾淨了吧 但這不就反過來說明了 為什麼當基隆市政府發現有問題 依法行政 就開始對大日公司采取所有應該正當的行動的時候 是誰緊張了 是誰翻臉了 是誰害怕了 是誰做賊心虛了 這些霸良團體不就是惡人先告狀 做賊喊捉賊 以為這樣就可以瞞天過海 把謝國良政府給幹掉 讓民進黨班師回朝 繼續貪污 繼續收錢嗎 怎麼能夠相信今天的中華民國 還能夠發生如此囂張貪腐集團 連民主選舉被人民換掉了以後 還用這麼奧搏下流的方法 想要透過罷免 把人民所支持的新政府硬生生的就想要拉下來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掩護自己不能夠被掀開的 這些貪腐的事實嗎 所以 第一 霸良團體還有臉繼續霸下去嗎 你們還有臉繼續霸下去嗎 你們不用出來公開對所有的基隆市民謝罪道歉嗎 你們還是人嗎 不只是要對基隆市民謝罪道歉吧 我恐怕你要對全國人民道歉吧 如此浪費 如此消耗 製造不必要的對立仇恨抹黑 居心何在 你們比沈柏洋口中的第五重隊還要惡劣 那林又昌呢 現在幹嘛 躲起來了嗎 不敢出來面對嗎 看看柯文哲 他的台北市政府也出了問題 也有人 現在被收押了 柯文哲自己現在也要面對司法 搜查 有不知道會不會收押 升押 那基隆市呢 台北市 上半道市長 那基隆市呢 不會因為顏色不同 就畫了不一樣的司法紅線吧 我們倒要請教一下賴清德 你上任以來 不是 不分顏色 不分清書 打擊黑金嗎 打擊貪腐嗎 鄭文燦可以被查 可以被壓 柯文哲可以被搜 那林又昌呢 林又昌現在 可是執政黨的秘書長啊 哇 這可是對檢調無比的考驗啊 檢調感動他嗎 如果事情鬧得這麼大了 他還是一樣屹立不搖的在 秘書長的位子上面 難道檢調不會投鼠忌器嗎 他們不會怕他背後的大老虎賴清德嗎 誰敢辦到林又昌呢 那林又昌是不是應該學習一下柯文哲呢 今天檢調開始搜柯文哲 柯文哲昨天就請假啦 柯文哲為什麼要請假 因為他要專心的應對司法 他要接受所有的調查 那林又昌要不要呢 你的市政府長期大規模的收賄勾結 廠商被新的政府 不再續約之後 你們暴跳如雷 根本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啊 你沒有關係那誰有關係呢 那林又昌 你是不是應該 辭掉 民進黨的秘書長 近代司法調查呢 賴清德 你是不是應該讓林又昌 停職 代辦 代查辦呢 他只要在民進黨的秘書長的位子上面 那一天是不是剪掉就不敢動他呢 賴清德你是不是應該要拿出一個態度出來 如果你查貪腐是查真的 如果真的沒有分顏色的話 這就是一個最好考驗你的時刻了 如今 罪證確鑿 當事人都認了 就是林又昌的市政府 林又昌到底有沒有關係 不該查嗎 如果不查的話 吉隆市民咽得下這口氣嗎 台灣人民可以接受你這樣子 織手遮天 這樣護短嗎 賴清德 這是你上台100天後 第一個重要的考驗 你可以押鄭文燦 你可以查柯文哲 但你會不會查林又昌呢 所以 今天記者會 第一個 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霸良 背後 是這麼骯髒污措的用心 第二 霸良團體 應該公開道歉謝罪 第三 林又昌 應該辭掉秘書長 那就表示你 坦蕩蕩啊 你敢接受大家的調查 你躲在民進黨的秘書長的位子後面算什麼 再來 賴清德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呢 你要護短嗎 你要告訴檢調說 查到此為止嗎 你到底有沒有辦貪腐的決心 看基隆市政府貪污案就知道了 看林又昌市府貪污案 你怎麼辦才知道嘛 辦自己的政敵 潛在的對手 那不叫英雄 那是假的 到今天 大家都非常懷疑 你今天辦貪腐 不過就只是為了清除一己 鏟除一己罷了 你真的辦嗎 那就查林又昌給大家看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力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